好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禮拜的新桑海神州 我是桑普的 旁邊是我的好拍檔傑斯 傑斯 你好 大家好 桑普好 這個禮拜我們準時 準時到 簡直是可能早一天出街 是的 希望大家都喜歡 因為之後傑斯有其他行程 所以我們早點 是啊 我明天有個開心的東西 我明天有個卡加里之旅 可以跟一些 可能有些沒見過幾年的香港人在Kalgary 就可以終於見面了 所以很期待 很開心 會帶著桑普的問候 去到Kalgary 現在就跟那邊的香港人一起分享 希望大家都一直有希望 一直有信念 繼續走這條 不知道要走多久的道路 我們會繼續陪伴大家一起走下去了 我們今天一如既往 都要講一些時事新聞 兩旦看一些表題 你就知道的了 首先我們講美國大選的問題 美國大選這個已經講到腦掉牙了 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講這個問題 美國大選最近有什麼新的進展呢? 今天似乎有幾樣東西可以跟大家講 從一些民意調查講 就說最近大家會看到就算民主黨那些幕僚和專家學者 都認為很多的民意調查是充滿水份的 甚至提醒說Harris不要這麼坐定一顆錄一定會搞得定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喂 灌了水在裡面的 大家不要相信 灌了多少水呢? 起碼4%至6% 那麼現在你看看民主黨的民意調查 原先就是說《紐約時報》那些 就是在喊川普4% 但是你看譬如Rasmussen的報告 拉斯穆森的報告 就是川普正在贏了Harris的2% 所以每個民意調查 就是視乎你的政治立場 有很不同的說法 那麼在左派的民意調查裡面 喊川普4%在優勢裡面 只是喊2% 那麼就算右派的民意調查 都看到川普會看仗的 開始看高一線的 為什麼呢? 在兩個人之前 一個就是小羅伯甘乃迪 Robert F. Kennedy Jr. 那麼他就是羅伯甘乃迪的兒子 那麼大家知道他的叔叔 約翰·甘乃迪1963年被人行刺身亡 他的爸爸羅伯甘乃迪 是檢察總長和這個參議員 在1968年的時候被遇刺身亡 所以小羅伯甘乃迪自小呢 就是濫虐的 甚至沒有吸毒的 有一段時間非常沮喪的 你想想自己的爸爸和自己的叔叔 都是被人行刺身亡的 你的心情會是什麼呢? 那麼後來他經過很多年痛定思痛 就去做一個環保律師 接著他對於食物疫苗非常關注 就覺得很多的食物添加劑 全部加進去的那些雞、牛、豬的地方 甚至吃一些所謂加工過的食物 全部完全是人家要實力上癮的 就是那些上癮的物質 就是通過各項化物質加進去的 譬如說那些疫苗 疫苗打進去的一個小孩 美國體育哥出生 不斷拍疫苗 即是一出生 呱呱墮地 馬上就5、6支疫苗打進去 那你對於一個人的免疫系統 甚至整個人的所謂的基因 它本身的免疫能力 會造成傷害還是幫助呢? 本身也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它對於藥廠 對於疫苗生產的東西 對於食物公司 對於可樂 對於麥當勞這些公司 非常多批判 那就得罪了很多權貴 以前民主黨都是說為工農 就是所謂的工薪階級去做事 但是現在越來越 就是幫這些權貴出發了 所以它覺得要說話 它想舉手參加這個民主黨初選 那麼它直接不讓它入 換票也進不了 民主黨那些佔它優勢的州 將它揮走 就說你小羅伯金利 去那些共和黨比較有優勢的州 比如猶他州那些 戒票給你去選 戒票的方式給它還 就是這樣的做法 它覺得完全沒有政治的自由可言 它說話完全說不出來 甚至是很多事情都打壓下去 甚至它想要停止鵝烏戰爭 跟川普一樣都沒有辦法做 於是他舉手就說 我真的要獨立參選了 好了獨立參選 去到沒多久 很多金磚慢慢慢慢就離他而去 最後他發覺跟川普形成這個共識 三點自由言論 停止戰爭 食品藥物安全 因此停串泡 希望換取他自己或者他的團隊 一些職位 州裏面的職位 有些政治囚用的成份 希望結束這件這樣的事 當然他想想在亞利桑那的Gandell 他那個地方做世大會 就是他上台 很多地上放的花火 於是兩個老人家 一個是70歲 一個是78歲 大家在這裡聲聲聲色 於是力挺他 因此導致川普的民意調查 升了1至2%的 不會很多 但有時候很關鍵的 尤其現在搖擺州相差的票數是 是0至2%左右 對於川普的選情是有幫助的 另一個有幫助的人 就是前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就是曾經夏威夷的眾議員 2013年到21年做過的 抽絲加伯的加巴德 這位女性 她認為民主黨已經淪為一個專制 甚至為一個不尊重自由的政黨 甚至為權貴做事 而不是為一些弱勢的社群做事 她覺得民主黨已經拒絕了 就是一種自由的文化 將所有東西成為政治報復 以及濫用權力 當時Harris在加州做檢察總長 1,500個大麻有關的毒品犯罪的人 將他關入監獄 但當記者問 喂 你Harris有沒有吃過大麻麻里瓦娜呢? 那麼Harris就說 有一個傻笑 不回答這個問題 那你自己基本上都按預了你自己吃過 然後你1,500個人送入監獄 怎麼搞的? 何況她這個Galbert 就是這個 抽屍Galbert就說 個人權力是不可以優於人民的利益 自由和平等的 她甚至說到 就是在那個National Guard Conference 在抵特律和特朗普一起造勢 8月26日的時候說到 13人案 香港47人案 美國13人案是死的 因為2021年拜登撤出阿富汗的時候 就將一大堆的軍備 留在阿富汗 基本上很多給了中國 塔利班 結果就是什麼呢? 士兵 最後才撤的 OK? 但是她士兵第一個撤走 軍備全部已經無實 而撤走的時候 哇!13個美國士兵就被擊殺 相當狼狽 而今久以來 拜登和哈里斯 是沒有逐一打過電話 為問這13個人是家人的 而真的做到這一點的人就是特朗普 就是當時都不是總統的特朗普 甚至最近呢 去Virginia的Arlington 去做這個陣亡將士的悼念 之後特朗普去獻花圈 拜登對於哈里斯 對他所做過的措施絕口不提 更何況哈里斯到今天 沒有做任何的專訪 沒有做任何電視辯論 被堅任何的傳媒 不想和任何的人見面 為了什麼呢? 怕露底嘛 喂!今時今日一露底的話不得了 所以我想這個加白 尤其是夏威夷的一個重要的 民主黨票倉 他有這樣的言論的話 預視了有一幫人已經脫離出來 而另一方面除了這兩岸之外 不是撐特朗普 也都是另一方向走的 所謂有二百多人 總計起碼二百三十八個 一些所謂的共和黨人 就被左派媒體 主流媒體 Bio 支持何錦麗 支持哈里斯 支持哈里斯 為什麼這麼說呢? 他說以前支持過Bush Romney 和John McCain 這幫人 他們就完全跳出來支持哈里斯 但你細心看一看 這些根本上就是腦調重達 因為2020年拜登和特朗普的對決裏 這幫人早已經支持拜登 不是第一天的事 他們不會增加反特朗普的票數 也不會增加支持民主黨的票數 這幫人裏面 只多了五個政治老人 他們基本上都是布殊 小布殊 或者麥肯 或者羅姆尼 他們以前的幕僚 的人士 這些已經垂垂腦以上能犯狗的人 那這幫人就說 特朗普是傷害了真正的老百姓 碎弱了美國的基本的制度 於是就認為特朗普是支持俄羅斯的 其實不要忘記這幫人是支持什麼 支持美中友好 有錢大家賺 基辛格、克林頓、奧巴馬 有錢和中國一起賺的一幫人 這幫就是我們俗稱共和黨建制派 和民主黨的諸聯逼合 一直如是並無加分或減分 所以媒體講很多東西 我們都要有一種淚鏡 和清醒的冷靜的精神 去看看後面的脈絡是什麼 所以我認為近這個星期 特朗普的行情有少許漢漲的 但是現在都要為時尚早去講 和所有民意調查都要有七分疑慮在裡面 三分真、七分假 那最終要看什麼呢? 今天就看去到9月10日 ABC在費城的國家憲法中心 舉辦的這個穿蝦變 就是特朗普和Harris的debate 這個debate就是有很多的問題 你看一些主流媒體怎麼報導 主流媒體就專注在一件事 就是說Harris要整個麥克風在那裡 就說全程麥克風要on的 目的是什麼? 等於休息時間或者他講話時間 看看特朗普有沒有講一些粗口 侮辱女性的話 侮辱她是黑人的話 說錯話就去陰她 這個就是特朗普不答應 但是特朗普就說拉遠一點 講整個case的問題 原先兩方面都約定跟回CNN規則 其實現在她突然之間改了四樣東西 主流媒體不講後面那三樣東西 你找Fox deal才在後面那三樣東西 就是什麼呢? 重點不是那個夾咪 或者microphone on的問題 重點是後面三樣東西 賀錦麗要坐在那裡 大家坐在那裡 不准站 要坐 第二樣東西 要Nox 要貓子 換言之賀錦麗呢 可以有她的競選團隊人員 給貓子給她讀的 OK? 她的法律她不強 這個就已經顯示到 是啊 要開 第四樣東西要開場吧 今天啞時間 喂 這些東西的話 你原先大家同意了 跟CNN規則的 你今天突然之間反口說 我現在不跟 我們大家一起不跟嗎? 如果這樣說 特朗普都說要現場觀眾 這樣行不行?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這個整個她的要求 其實你可以看到 究竟她的思維是怎樣的 她的思維就是 她知道在辯論那裡 她想透過辯論去捉 第一樣東西 去捉特朗普的一些痛腳 我上個星期也說過 就是那些關於膚色、性別那些 她知道這些東西是她的強項 是不是? OK 剛才你講了幾樣她的要求 其實值得反映那件事就是什麼呢? 她知道如果集中 跟特朗普去辯論policy 她一定很弱雞 但是其實她也都 我想民主黨或者賀錦麗的團隊 其實也都會得到的就是 特朗普將會其實在辯論那裡 都會集中去說policy 所以你看到她這樣的舉措 其實是看到她想怎樣去贏 她的贏面就是在抓你特朗普 講性別、講膚色 還有就是她反過來就是 講少一些policy 再繼續去包裝她那隻女性 就是用所有用唐衣去欺騙美國人 去投她一票 她就是這樣而已 不是很複雜而已 是啊 是啊 我覺得大家剛剛你講到重點了 就是說今天有沒有一個清晰的中國政策 在民主黨看得到呢? 我經常都說 特朗普你怎樣罵她也好 她有一個清晰的政策 有些人說我在台灣 要台灣交保護費 我說不對 有保護費交就是明碼實價 一個contract 而不是一個因素 我就覺得這個是對的事 好了 你說是中國的東西 那你說徵收60%以上關稅 取消最衛國待遇 或者If you bomb Taiwan we will bomb Beijing 中國是美國最大的威脅 講得很清楚 無論是凡斯還是這個 就是Vance或者是這個 特朗普都講得很清楚 我就問你了 你這個Harris-Waltz的團隊 講給大家知道 你自己怎樣看中國? 你自己怎樣看全世界? 譬如俄會戰爭有沒有提? 現在衝突不是延續拜登政策? 你說加稅的問題 以前在2019年選2020年的民主黨內初選的時候 講過的要大幅加稅的 加多少? 企業所得稅21%加到35% 證券交易稅如果股票的0.2% 如果債券的0.1% 你當時講過個人所得稅最重的稅 就要加到39.6% 甚至你會講到要大幅加稅5兆 喂5 trillion over 10 years 好了我當你每年我平均 5兆就5萬億 每年加5千億美金的稅 這些稅怎樣來? 然後你說哦 那些收入每年是40萬美金以下的人 不受影響 各位的 你以為經濟是這樣看的嗎? 今天你加一些有錢人重稅 有錢人是有N種方式去轉嫁的 大哥 他會轉嫁在哪個地方? 那些大的企業 大的公司 有很多避稅措施的 而那些40萬以上那些就是中產階級 大有錢人有多少財技 多少空殼公司根本是蒸不到他的稅的 如果中產階級他是小老闆 那他就將這些轉嫁入那些食物 他賣的東西上面 減你薪金 減你head count 結果什麼? 全部轉嫁得出來 總之你一加稅 無論你對富人爭稅 窮人爭稅 如果沿用民主社會主義的 或者那些左派的想法就以為 我叫收入的財富重分配 但他不明白 在這個經濟體系裡面 人性的表現就是說 有錢的人你蒸不到他稅的 有錢的人只是將他 如果真的蒸到他稅 他很容易轉嫁給窮人去承受的 那你轉嫁的時候 那你怎麼做呢? 就有惡性通貨膨脹了 那這些這樣的事情 他今時今日 2020年講過的事情 今時今日是不是繼續做呢? question mark 他沒有講過的 所以他不接受專訪 不接受任何的媒體訪問 這位一問他就說 喂你以前講過的 十年之內全部取消 fossil fuel 所有的這個 石油天然氣的東西 變成綠能 沒有核能全部綠能 結果是什麼呢? 你是不是真的要發送呢? 我們不會全面禁止fraking 什麼叫全面禁止fraking 就是所謂的開錯葉藍油 你為什麼不全面禁止葉藍油 什麼意思呢? 完全沒有答案 換言之就是他今時今日 都沒有出牌給大家看 所以只是傻笑 賣萌 跟著跟大家講完 就是我賣年輕 賣少數族裔 賣女人 就不斷地用這件事情去講 他的政策是什麼才是重要的 我想九月的辯論是見真章的 甚至現在距離真正的投票那一天 甚至有些州是提前遊遞投票的 六十天都不夠 六十多天 你都沒有清晰的中國政策和經濟政策 是不是很可笑呢? 到今天你的政策是什麼呢? 那些左膠自己問一問自己 你知道這個所謂的賀錦麗哈里斯哈里斯哈里斯 他的中國政策是什麼呢? 到現在我都覺得完全不知道他想怎樣的 或者你可能知道 有 最近 我扮一下賀錦麗發言人 最近 《紐約時報》有一篇東西出來 幫他護航的 都是講中國政策的 那篇東西引用了一個 又是親民主黨的學者 那個學者叫Frybert 他就講過 他很好笑的 就是說他講過一件事是什麼呢? 他說他自己有一套理論 先講他有一套理論 簡單講就是什麼呢? 美國是應該要聯合歐盟 英國、澳洲、日本 甚至總之同路中人 簡單來說就是成立一個形成一個聯盟 聯盟裡面主要就是在經濟那裡重徊 打擊這個中國 聯盟裡面簡單講就是 盡量採購不光顧中國的 OK? 然後自己形成一個生態鏈 甚至就是如果要加關稅 例如電動車要加100%的 不用說話 整個聯盟一起對中國電動車加100%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個呢? 這個他流出來 他有個立論 立論就是什麼呢? 如果要成立這些聯盟 OK? 賀錦麗是一定會好過特朗普 因為特朗普是沒有朋友的 他喜歡單打獨鬥的 賀錦麗就很受大家歡迎 但沒有證據顯示 賀錦麗一定會很受大家歡迎 但是賀錦麗是可以和其他的盟國 是可以做到這樣的聯盟 但是這個是荒謬的我想說 OK? 如果要成立這些聯盟 一早就成立了 無論民主黨也好或者共和黨 都不會成立到這樣的聯盟 因為這些聯盟好像一些經貿組織那樣 這個可能是其中一個所謂的對華政策 就是都是流出來 但是試一下水溫之類 沒有的了 我不覺得11月之前會有什麼很實質的對華政策 最多就是拿一把嘴出來 又是很強硬的 總之我們對中國就不會手軟的 又是說這些謊言 就是每一次選舉 特別是美國民主黨一定會說這些 就是說給你聽的時候 就砌多過談的 但是到最後如果他拿了權力的時候 就砌多過砌的 就是對此也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先回答你 就不會有什麼對華政策 不過剛才你說了 就說你數了兩個人 一個就是Robert Kennedy Jr. 這個就將會是 就已經宣佈他 endorse這個Donald Trump 那我想重要性在哪裡 就是在現在這麼奇古相當裡面 不要忽視的就是民意調查裡面 他都是有4-5%的支持的 那這4-5%如果你說是真的 繼續很鐵這樣 就是浪費了特朗普 是會有一定的幫助 不過我只是沒有什麼做功課 就是我不知道 譬如特別在搖擺州份 Robert Kennedy Jr.那個影響力是怎樣 但是總之4-5%我覺得就不要太看小了 那另外一個就是你剛才說的 就是那個老人家 我突然忘記他的名字了 就是那個那個也都是 倒轉槍頭支持特朗普 然後他就說 周氏嘉文 是的 周氏嘉文 那他就說他看到民主黨的墮落 那如果我認識他的話 我會跟他講一聲的就是 你再看多兩眼吧 民主黨真是越來越像中國共產黨 OK? 你會看到賀錦麗是一隻棋 大家一起共同推出來的一隻棋 那你看到他背後會有 有一些好像共產黨那樣的元老 例如好像奧巴馬或者克林頓 或者甚至可能看到有一個 就是有一個中央政治局 在裡面這樣 就是民主黨越來越變到是 是越來越 就是很極權化的 就是很 開車真是一個很邪惡的政黨 這個我想是明眼人就會看到的 不過可能有很多人不選擇 或者不願意去選擇去相信民主黨的腐敗 那我想說的就是 還有第三個人開始支持川普 你提漏了 這個就是這一兩天的 就是寫了一封道歉信 放了上去國會這個調查委員會那裡 給這個眾議院的議會 那就道歉這個就是前Facebook 現在叫Meta的大家無人不識的老闆 朱克伯格OK 那朱克伯格可能都是第三個 我們見到支持川普了 上一屆他就是擺明就是反川普反到出面了 到現在他就寫了一封 四年之後他寫了一封道歉信 他那封道歉信呢 水城春這麼長 主要說三樣東西而已 在他的信上你看到三個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 四年前當年拜登賀錦麗的政府 是有給壓力Facebook去 censor美國人的 這個是第一點OK 第二點就是Facebook在朱克伯格的領導之下 是真的有 censor美國人的OK 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就是什麼呢 Facebook在這個拜登和賀錦麗的壓力之下 是真的有幫民主黨手去掩住 亨特拜登當年那部電腦拿去弄 然後又流了些資料出來 然後New York Post報那些東西 全部幫他壓住了 包括潑海華美的事件 包括和葉簡明的合作 包括和葉簡明成立一間公司 然後那裡分股份 分股份那裡有10% 給了一個人叫做big guy 是H的big guy H的big guy 我沒有說髒話 是誰啊 H是Hunter Biden 那個big guy就是他口中的老爸 那個就是Joe Biden OK 那這些全部是掩住了 所以他封道歉信 我看完就是講明說明這三點 就是Facebook有幫拖 有幫拖去壓制一些 當然裡面有的細節就是 他最主要都避重就輕的 他在說的是 幫民主黨壓制那些covid的事情而已 但是其實他沒有說到的就是 喂大哥 押Donald Trump那些更多 所以為什麼Donald Trump 都叫做懷恨在心 到今天他都說明 如果我再做總統 我一定搞你這樣 現在他就寫一封道歉信 我看到一點就是 如果四年前 就是當諸赫巴格和諸赫巴格都頗準的 他四年前他剔了 他就剔了去民主黨那裡 那四年後他這次在選舉前 他寫這封道歉信 我就當他是諸赫巴格的了 他是諸赫巴格的了 他是諸赫巴格內共和黨那裡 他不知道啊 接下來那兩三個月 他會不會再寫多一封道歉信 跟特朗普說對不起啊 四年前我搞你 我不知道 但是起碼這封信 他已經表態 就是向特朗普示好 那算不算是諸赫巴格呢 他就說這個人 不要發誓啊 這個人是諸赫巴格很準的 四年前他中的 所以我覺得 那些諸赫巴格都是第三個轉太的人 OK 是啊 所以說 之後我跟阿傑說 這個人跟紅頂白 就是有奶便是糧 看哪個勢息對的話 就跟他 喂 諸赫巴格我對他完全沒有好感 我不會說對所有商人都這麼說 因為商人很多有曹卿成 也都有一些 好像這個諸赫巴格那樣的人 所以每一個人呢 他們本身的 質素很重要 諸赫巴格你看到一路走來呢 他始終都是為自己的最大利益來服務的 諸赫巴格他寫這封信 被這個Jim Jordan 共和黨籍的參議員 綜議員 因為他是綜議院的司法委員會的主席 揭露這件事 12個人去作證 去年的2月開始已經配合這個調查 做這件事講什麼呢 剛剛你講到重點的 其實講了兩個內容 一個是武漢肺炎中國病毒的內容 是拜登 Harris要求他去禁的 當時我 當時這件事在這個 是啊 我們在D100做節目 好像經常講 是啊 我們就基本上不斷被人禁 禁的時候禁到就說 他將我們每一個的流量減少 就停止說 這些敏感的資訊 不可以傳出一些偽訊 這是偽訊所言 譬如說你Google 不要說Meta 你Google、YouTube 打這個所謂的 就是疫苗啊 或者說是武漢肺炎 最後沒有肺兩個字呢 立刻黃標 就是當時我做YouTube很清楚的 其實這個問題 不只是這個諸黑白鴿的 你Google那幫人一樣的 就是基本上 全部都在配合美國政府的指令做 我也很期待 Facebook以外那些這樣的社交媒體 站出來 是拜登叫我這樣做的 但是事實上就是這樣 他們不會自己這樣做的 證明就是政治施壓經濟 以政筆商 結果就是導致到今天的局面 剛剛你說的 比如說Hunter Biden 電腦問題 Burisma 沃南那家石油公司 全部都是說 拜登當時說 是俄羅斯的Disinformation Campaign 你們全部幫我禁止它 他們沒有辦法 你如果這樣說的話 不就是我叛國 於是我禁止它的流量 剷除它的內容 結果 朱克伯格現在跳出來說什麼呢 原來 俄羅斯的Disinformation Campaign 即是假信息運動 假信息計劃是假的 完全沒有這件事的 就是說這件事 完全是基於這種做法 原錯的 他說當時是對武漢肺炎 第二件事武漢肺炎 一些反諷 一些humor 就是幽默 你們做這些事情 完全將它禁止它 這件事是錯的 他覺得自己做錯事 向我們道歉 我就問朱克伯格 我想說 我想說 我想說嚴重性 是用道歉是解決不了的 不過我不知道為什麼 昨天 就是共和黨眾議員那邊 我不覺得他們會有很大的反應 其實我真的覺得 那個嚴重性是可以 是道歉解決不了 第一 第一 你承認 你承認去幫民主黨 去做這些邪惡的事情的時候 喂 你是違反 你作為美國人 你是違反著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的 First Amendment的 OK 你在打壓著言論自由 這是相當嚴重的事 這是第一件事 政府違反第一修正案 是的 這是第一嚴重 OK 第二嚴重就是 喂 你講的 你今天這封道歉信裡面講的 是否講出事實的全部呢 大哥 我想問的就是 你是不是只是幫拜登 只是幫民主黨 或者還有你有背後 你有沒有收過 你現在講 俄羅斯 你有沒有收過俄羅斯 或者是中國共產黨的水 這些東西 有沒有外國勢力的參與 OK 喂 只是這兩樣東西 不查清楚 如果是真的有發生的話 你坐牢都坐到屁股開發 你只可以道歉這麼簡單 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好像昨天 就 大家 問共和黨裡面眾議員那些 Mike Johnson那些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終於好像 六四平反了 開心了 你可以回去睡覺 喂 不是這樣吧 大哥 沒有 OK 我希望是有後續的 所以我身體力行的 我今天都沒有Facebook 我以後都不會有Facebook 我說了不會有Facebook 因為我真的很討厭這個人 這個人是 這個人四年前的事情 我都很深刻 是呀 我剛才沒有看 我都免得提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在D18 天天被人頂 喂 我們說的東西 Facebook Facebook這麼大間 怎麼會是錯的 你現在看 所以我 我沒有Facebook之後 我不會再開發 是的 我同意的 我也知道 傑斯你要想快點 因為Facebook本身是一個非常 非常奇怪的存在 但是其實 想一想 哪一個社交媒體 不是這樣 都是 是 今天Google不跳出來 YouTube不跳出來 自己承認他臉自乾 其實他本身都是在受壓力 我不相信他自把自為做這麼多事情 是不是 你說Twitter之前呢 少一些的 因為Twitter呢 就不斷是一些非常 就是比較狂暴的 然後你看到那些 譬如這個馬斯克接管之後 基本上他都給大家 他不會先幫民主黨 是的 你會看到最近 比如說Telegram 他的CEO叫做Pavell Durov 他是一個俄羅斯人 在法國被捕 他被捕的理由是什麼? 法國那些左交政府怎麼說呢? 你沒有一些 moderators 沒有一些中立的裁判員 是的 真是很難搞這個世界 言論 就是所有你裡面 說殺人、放火、恐怖主義 全部落入你數 喂 你開電話公司 香港電話 或者你說電信刑科 你就要負責所有 通過你那些平台 傳遞的所有信息 人家說什麼 你不閘著它的話 是你的錯 抓你坐牢 很荒謬的一件事 喂 我經常講一件事 你去網路審查 如果你進行網路審查 你就要為所有的言論負責 你不做網路審查 你不需要為言論負責 這幫左交政府搞到什麼呢? 法國為首 就說 你不做網路審查 你就要負責 就是這些講法完全是顛倒是非 最近這個天摩斯填華 就是這個所謂填華 這個華茲副總統民主黨候選人 他說什麼? 對於missinformation 是錯誤的訊息 可能是過失錯誤而已 錯誤的訊息 或者hate speech 仇恨言論 沒有言論自由保證 尤其關於民主的問題 完全沒有言論自由保證 所以就說你跟共產黨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你跟共產黨有什麼分別? 你經常說你要說黑暴蟑螂才是正氣 你說抗爭者那些是民主鬥事 missinformation hate speech 然後打壓你 你跟那些23條立法 國安法有什麼分別? missinformation和hate speech 那些話語權在哪裏? 就是要問Tim Morse的就是這件事 你來香港來感受一下 你來香港來感受一下 你有權的人 當你濫權沒有制衡的時候 你不全部反對自己 你不喜歡這些話語權 賀錦麗或者Harris 到今時今日 才說得出 確保在二十一世紀競爭中 獲勝的是美國 不是中國 只有一句話 二十一世紀流流長 大哥 你做四年頂了八年總統 喂 做了一百年在前面 你說話 對華政策 他有對華政策的 喪寶這個 你剛才說一句說是 給你一百年的怨劑給你 這個叫對華政策 真是有趣 所以我就說 這些人莫名其妙 拜登 我怎麼說 他當然是很弱的總統 但是他怎麼說 都對四百個個人公司 包括了四十二間中華企業 實施全面制裁 我就問這句話 你Harris經常說 由Trump到拜登徵收中國 或其他國家的關稅 全部是導致通貨膨脹的 你自己不肯加稅 跟著你說 徵收中國的關稅 導致通貨膨脹 你加的那些稅 就不會導致通貨膨脹的 企業所得稅 個人所得稅 不斷加 就不會通貨膨脹的 你自己加中國的稅 就會通貨膨脹 這些是什麼道理來的呢 換言之 Trump就很清楚的 什麼稅的增加 都會導致通貨膨脹 但是你政府不可以沒有稅收 那你哪裡拿稅收 既然向美國人 無論窮的有錢 都不要問他們拿稅 問誰拿稅 既然向中國拿稅 徵收他的稅 就會導致神業 當然會導致我們是美國可以接收 去通貨膨脹 但是請問你 美國政府不收稅 怎麼可以呢 得到收稅 我想請問你 palabra 你向誰掛稅的問題 你向盛禁的關稅 就是稅本身 還有一個問題 你加完關稅之後 你猜得聰明的共產黨 这个问题不是即将发生,这个问题是拜登现在这四年已经发生的,但是你民主党有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比如说那些东西由墨西哥进来,东西由其他拉丁美洲进来,东西由中东那边进来 那些东西是不是做了在中国啊?大哥,你就掩住双眼,当没有发生过,你在欺骗美国人啊,税你又收不到啊 你就用口来说他们啊,大哥,你估那些税,共产党是不会给你的啊,这个也是另一个问题啊 是啊,接着你这个最近国安顾问,苏利文,这个我觉得是对台湾很不利的人 Jake Sullivan,那么他最近就访问中国,8月27至29号,就是刚刚我做的节目这个时间,在北京 就跟王毅见面,把酒言欢,就说Polo呢,G2011月呢,拜习会,因为到时巴西呢 是神经病的,神经病的,喂,11月5号美国大选,选到哪个都陈安未定 如果Trump真的赢了,拜登还来做什么啊?如果Harris赢了,拜登就费底了 为什么之前不安排一场贺锦丽访问习近平呢?如果你这么重视习近平的话 其实不明白,只有他明白,为什么要习近平加持你觉得会赢的呢,大哥 这么紧张这件事呢?我不明白,是他坏了脑啊,还是他的客人支持他今天支持民主党的美国人坏了脑呢? 我确实不知道啊,大哥 完全坏了脑,就是凌凌硬的,我觉得到今天整个政府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全世界都看不起你 一個廢帝 跛腳鴨 在那個地方演這一場冷氣 接著你還要找人去鋪路你訪問習近平 你瘋了 今時今日你已經不在其位不貿其政 剩下半年都還沒到 即是基本上是1月20日的貨仔 你就看守政府 結果是什麼呢? 去到今時今日 選舉都沒有 其實這個情況是非常混沌的 美國如果被人這樣示弱的形象 是絕對不利的 我看回大家要明白 不要經常守左派的一些媒體所影響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重要的 這就是美國現在的情況 希望大家在未來的情況繼續關注 不過最後我們講一件案件 就叫做長榮的事件 因為這件案件都在台灣那裡 曾幾何時鬧得沸沸揚揚的 事緣我為什麼會知道這件事呢? 就是說一堆新聞背後 曹興誠聯電的董事長 我跟他熟悉了 他自己本身就是被TVBS的報導 就說他講出反對台獨支持九二共識 說召喚揚揚從來都是剛剛反過來 是支持台灣獨立 亦都是反對九二共識的 你將他反過來說 那他就扣鬧了 於是乎就是說是否要我告你呢? 那最後呢? TVBS的小花就哭著說 哎這個我錯了 最壞都是我了 之後呢 總管呢 就是將他講說 哎我完全做錯事了 於是這件事就沒有那件事了 但是不要忘記呢 這件事的元氣是什麼呢? 是長榮發的聲明 就是Evergreen 就是長榮是台灣非常大的企業 大家來過台灣都知道長榮航空了是不是? 長榮有海運 也都有航空 酒店 有事業 酒店長榮桂冠酒店 最近又鬧出風波 是的 那長榮桂冠酒店最近又鬧出什麼風波 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國瓷事件 冠軍期間呢 有一個所謂的網紅的張教官 8月13號大鬧巴黎長榮桂冠酒店 就說所有國旗 為什麼沒有我們中國的國旗呢? 掛上去 給一支旗不利掛上去 這些人是沒有產權的概念的 這個地方 簡單來說 用作詞來說是長榮集團的堂口 是他的所有的酒店 他需要怎樣包裝就怎樣包裝 不關你事 你租客你住客 租都不是你住客 這個情況下 你來這個地方住 那你不喜歡就過住了 就是供需有求嘛 你不是大鬧 接著最近在石家莊 有一家美國開的希爾頓酒店 美國集團開的希爾頓酒店 掛了旗出來 接著又有個小分紅 為什麼沒有中國旗? 喂 歐洲國家杯 全部都是歐洲旗來的 你這個地方罵來做什麼呢? 當然沒有中國旗啦 笨蛋 所以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那些中環多麼可憐 好了 罵完之後怎麼用呢? 今天長榮集團在那裡沙嵐嵐 他8月23日發個聲明說 哎呀 我們會加強員工的教育培訓的了 是欠大家的交代 我錯 我不對 我們是認同這個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有什麼關係呢? 認同九二共識 反對台獨 他說呢 這個我們的集團總裁 兼這個創辦人張榮發 生前呢 是為兩岸無平 促進兩岸三通呢 是他重要的推手 好 台灣人 十位中國人 我們是絕對反對台獨 台獨搞得經濟不好 他說我們本土企業 佈局全球 我們有個張榮發文教基金會 資助基隆的中原制 因為最近鬼月嘛 資助基隆的中原制 就說呢 當時170年前 185年那裡那麼遠 就說呢 張州全州蟹鬥 最後和好如初 最後以血緣代替地位 是以彼此的賽陣頭 就是大家一起 就是所謂的 看這個殺產毒產 武龍武斯 去代替了這個打破頭 結果呢 兩岸一家親 張傳一家親 正如現在兩岸一家親一樣 那我們覺得這件事是感動的 但是這件事發出來的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 肯定不是長榮集團寫的 為什麼呢 第一 長榮集團不會稱自己那個老闆叫做張榮發的 你起碼叫張榮發先生 是吧 起碼你不會叫張榮發 Full Stop的 第二件事 整個台灣沒有一家叫做張榮發文教基金會的 給張榮 長榮就是說我知道有錯 我特意把那些錯誤寫出來給你看 就是表現給大家看什麼 不是我寫的 但是長榮為什麼要扣頭 很多個員工 整個萬個家庭在香港 這件事的話呢 這件事的話 以前許文龍 以前奇美集團 一個重要的老闆 當時2003年 部署選2004年 陳水平第二任嘛 當時他支持陳水平 支持他那些首牽收護台灣 結果中國政府什麼呢 你 這個許文龍要跪下來 不是我要攬炒你所有的家 停在地上 我就說 這些集團 今天不提前佈局 撤出中國 最後就是遭到這次的損失 當時許文龍的教訓 還有沒有人記取呢 我明白你做個生意 你做個CEO 你所有的員工就好像自己的家庭一樣 每個人 就是你的集團騙步全球 都不希望任何一個員工 任何一個集團的成員受傷的 就是你做老闆 一定是這樣做的 你做老闆就這樣做 但是今時今日如果你覺得 喂 中國這個地方很有風險 你張明發已經過身了 2016年已經過身了 她的後面那些傳人 她的繼承人 是不是應該早應該挪出去 接著這篇文章寫到什麼呢 它有一艘大船 25,000ETEU的 就是在做船 就想著今年年尾會交貨的了 就是說你今天做船 都要依賴中國 它說過你依賴韓國、日本的 但是你中國也很重依賴 很重非 你為了錢 為了酬庸中國做了很多件事 是不是一個時刻 你要拔出來 而你不拔出來 這個戰略的大錯誤 導致到別人就抓你把柄 就是今時今日林醫神 平時都是正面形象的人 上這些中國節目都說自己是 我是成都人啊 我是成都人啊 不用說這些東西嘛 兩三個月前 賴清德就職的時候 台灣一大堆的演藝人就是要這樣 我是中國人 五月天走出來說 她那些老爸老母是來自 這個省籍來自中國啊 那些這樣的事情嘛 是啊 就是看到這麼多的人 就是那時候中國的小粉紅 現在94個台灣藝人的名單 什麼霍建華啊 林鎮渝啊 什麼周杰倫 逐個釘 你們還沒表態證明 台灣屬於中國的一部份 你們迫你表態 不表態的就是台獨化的部分子 用這樣的方式來做事 總之你表態過關 就好像以前呢 很多香港人去到這個深圳 或者珠海過關呢 民革時期 又問你背無語錄 背不了無語錄 不給過關 就是這樣的情況嘛 藝人呢 說真的 他後面有個集團 有個才 就是一班演藝公司 他們整個團隊要養 就逼這個前台的藝人呢 要表態 OK 明白 但是這個都是小規模 場面是一個樹大根深的集團 全世界什麼地方都有他們 他們航運什麼都有 你自己一定要想清楚 要撤退 比如就算聯電 今時今日曹英誠 他已經不做聯電的董事長 但是聯電已經撤退 TSMC 他最重要的廠在哪裡 台灣 日本紅本 建的德國廠 美國亞里桑那 基本上他不會在中國那裡 貼一大堆的東西 他有沒有廠 有 但是那些人 不如共產黨求他 大哥 OK 就是你要維持一種 不要破裂的關係 為了這件事 你做一些小事的 Lip Service 生意就是這樣做 譬如說有些公司 在中國那裡做事 都是形式一下而已 和記、黃報、長崗、實業 難道是大堆中國樓盤嗎 不會的 主要生意已經在全球了 所以李嘉誠是聰明的 靜靜地走光了 所有中國的保障 最聰明的 最聰明的 是的 你看看這個張明法 這幫豬腦袋 還這樣做 當然他唯有用這個地方去做 希望他低調些 學一下李嘉誠 撤出這個中國 你這一大師兄 可以撤出中國 是被人打的 是嗎? 希望他會吸取教訓 首先 就是 我又幫他說兩句 長榮又不是TSMC 又不是聯電 就是要拔出來 就很難的 難度有兩個 第一 當然就是他自己 種下的一些 一些 就是有些業是自己做的 種出來的 比如說 在中國 他本地 在中國市場 他有run 酒店服務業 還有他有 他都有不少的房地產 在北京 在長海大街 都有很多 很多物業 這些是他自己做的業 第二件事我覺得 就比較被動的 因為他都是做 就是一個 飛機 一個船 航運也好 空運也好 你記不記得當年 五年前 國泰 開始想 一一一一 反修例 國泰航空 然後 大家還記得 共產黨 提出的一件事 就是 說 空域的問題 就是 不給 你一一一的 我飛都不給你飛 我想長榮 都會有這樣的困難 就是他都會知道 就是共產黨 帶得到的 無論你的船 或者你的飛機 現在 那你這些都是動不了的 但是我想說的就是 就好像正如 桑寶說 吸取教訓 大哥 就是 怎樣呢 未來 就是你開始要跟其他的企業 好像Apple 好像最近 微軟 微軟 微軟已經差不多 接近 接近完全撤出大陸市場了 大家都有個過程 那你其實你長榮就應該要開始 從這件事 是開始要想一下 喂大哥 怎樣要 就是減少在中國的投資 這個是一定要做的 問題是做不做 你不做你就一直都會被人牽著鼻子 跟其他的 都還是挺尷尬 因為 因為這個 因為你其實 我想他的心系都是 都是台灣政府的 那麼 他跟民進黨也不很差 我不知道 蘇普反不反對 那麼其實他出事之後 民進黨跟上幾個月 就是明星藝人 那就是出來表態 都是一樣 就是民進黨都是 都是幫場銘說話的 就是說 是沒辦法啦 就是大陸經濟的脅迫 人人都避不過 都幫他講話 其實都有些尷尬的 因為最近賴清德跟台灣人說完 中國是一個脅迫 台灣人應該出來集體 要怎樣去呼籲民眾對抗中國的侵略 但這裡長榮出來倒米 其實都尷尬 所以我想長榮的事件避不過 你之前沒發生之前 可能長榮的想法就是 你要深存腰韻 你都沒有輪到我 繼續 但這次我想是要吸取教訓 還有我想其他的 以往可能在中國有投資的 其實都要去想清楚 現在其實一早就應該要減少投資 其實這幾年有很多的台資其實都已經是減少在大陸的投資了 因為其實沒有好處的 大哥 一起市場來的 就讓他牽著鼻子走 所以其實這次是再一次 我想是提醒台灣的投資人 做企業家等等 還值不值得在大陸去好像以前那樣做呢? 這個就是一個教訓來的 那長榮當然不是一個紅色的企業 你看你搭長榮的航空 不算的 一定播一首歌的 那首歌是以前台灣禁歌來的 就是基本上 接著大家知道已經是著陸了 魚野花 大家知道已經到台灣 或者到過目的地 就是說它有很多本土的味道 而你想想 無論阿扁 或者蔡英文去參選 他都捐了很多錢給他們 那你說這件事的話 是不是等於他是陸營呢? 那他都是做生意的 那他全世界都做 但是問題就是說 很多人曾經都是20年前 在中國很多生意 很多外國人 別說你們了 就是美國人 有很多美國生意在中國 但是金席復合席 現在2024年 走光了 法旺朝 走光了 見不對都剛剛要走了 長期來說 會不會更加好呢? 不知道 但是你短期之內 你承受的 反間諜法 保守國家秘密法 打壓你的壓力 比如這些小分行的壓力很多 在戰略上要離開 戰術上要怎麼做呢? 學西太后了 西太后是什麼? 不是做一些台灣獨立 瓶如棋 香港獨立 西藏這些所謂的 你說東京那間嗎? 我還在想慈禧太后 大哥 是的 東京 東中野 西太后 老闆多厲害呢? 就弄了一些旗幟在那裡 行 為什麼呢? 誰小分行來直播的 立刻永久被微信封號 非常好 不用自己做的 找些什麼呢? 香港我們的手足 是不是? 台灣有很多手足 他們就是說 在大堂的地方榴槤一下 見到好像疑似大陸人的時候 讓他養一養 他們拍的時候就行了 永久封號 這個地方就嚇了這些人 妙啊! 你這個方法是非常之好 我只是補充加一件事 就是他要掛中國旗 陪他掛 不過在中國旗的左右 就掛一支 清天白日滿地紅 或者西藏旗 甚至是光復香港那支 總之就圍住那支中國旗 這樣就沒有交曉了 是不是? 你有你的中國旗 是的 沒錯 是的 聽了你的話 真的 我要玩他們 要欣爆他們 那現在哪有人搞西太后 沒有人敢搞西太后 你想沒有人搞你很容易 你要offensive 就是你一定要對他們做得進攻 這個進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我覺得大家要想一想 被人嚇 不要在那裡哭怨哭慘 要比他厲害 比他厲害 奸過他 取巧過他 聖經說 要這個 順量如急 也要靈巧如蛇 就是你一定要有這樣的能力 才能夠應付惡人 厲害厲害 OK 好了 那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休息一會兒 就過來這個 傑斯文道會繼續有 第二節的《新桑海神酒》 開票 開票 推動 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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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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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